虽然我很感谢大家很判重我的这个案子 但是一定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如果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就感到气了 因为其实从19年民发典到现在我们能够进行的诉讼很少 不管是赢还是输籍都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从18年发生到现在就算是可能这个案子最后没有取得最终的自败意义上的胜利 但是能够让很多人看到虽然和我一样的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案子去推动司法三天走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子让后来的一些受害者担心到司法中心的时候 能够得到一些支持一些顺利的地方其实就是一种胜利了 我非常担心大家关注到我这个案子的时候 可能接下来我们会得到喜悦 但是也可能会有挫折 当然希望大家一定不要把我个人的挫折放在心上 无论如何我们要相信历史就算会反复 但一定会向前走的 谢谢大家 加油 加油